大家都知道 大谷平时就很调皮 而且大家对他的包容度也很高 包括他之前偷主审球 主审也不介意 但这次他又调皮了 竟然敢偷接教练电话 我们可以看到 大谷正在休息室绑着鞋带 准备下一次打击 旁边的教练跟他失忆了一下 就开始接电话 接着拿出笔记开始写 此时大谷突然走顾右盼 还看了一下教练 摆出狠皮的表情 原来是刚刚电话的另一头打了回来 你们都没人要接电话吗 那我接啰 大家都提醒着教练有来电 所以教练也走过来接 没想到大谷在教练走过来前一刻 迅速接起了电话 还跟对方哈拉了几句 接着着实要挂回去 大谷还看了一下教练 看他有没有生气 这个表情真的是有过皮 对不起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